男人用力拧紧房间的门锁 然后缓缓走向不远处的洗手池 往里面倒了一些热水后 他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 随后绝望地割破手腕 试图终结着颠沛流离的一声 随着鲜红的血水扩散 恍惚间 他听到了一阵阵剧烈的撞门声 和三岁那年夜晚的撞门声没有任何区别 厚重的珠红色大门被猛地推开 一群穿着盔甲的士兵闯了进来 年幼的溥仪被吓了一跳 赶紧钻进妈妈的怀里寻求保护 可妈妈看向她的眼神 却是那样的悲伤与不舍 彼时的溥仪还不懂这意味着什么 但很快 他被妈妈亲手送进一辆马车中 托付给奶妈后 他决然地转身背对溥仪 直到他被抬着消失在街角处 就这样 溥仪被迫离开自己的亲生母亲 进入充满压迫感的皇宫生活 他窃窃地牵着父亲的手 学着他的模样跪下去 给坐在高处的老夫人行李 他笑着招手 让溥仪离他近一些 溥仪很害怕 躲在柱子后不敢和他对视 然而小孩子新兴的溥仪 很快被他脚边的宠物狗吸引 他不受控地朝狗狗走过去 话音刚落 这个可怕的女人就去世了 一旁的太监迅速往他嘴里塞了颗叶明珠 随后盖住他的眼睛 喇嘛也冲了进去 围着他的床开始诵经 年幼的溥仪就这样坐上皇位 接受数千大臣的朝拜 他懵懂地看着他们 很快感到无聊 于是从椅子上站起来 在大家惊恐的目光中 他走下陡峭的楼梯 朝不远处明黄色的风筝奔过去 风筝却被一阵风吹了起来 就如同他的命运一样不受控 贪玩的孩子很快转移注意力 但无论他往哪里走 哪里就有一群人朝他跪拜 溥仪很快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突然 他听到咯咯的叫声 溥仪循着声音的来源 从无数人身边走过去 最终停留在一名大臣跟前 朝他索要锅锅 对年仅三岁的皇帝来说 权力与财富 根本没有这个锅锅有趣 重要 可笑的是 年仅三岁的儿童 却被迫背负起一个王朝的重担 在太监们的宠溺与陪伴下 溥仪可以做任何无礼的事情 但他依旧思念他的母亲和他的家 但是皇帝是不允许离开宫殿的 时间一晃过去了七年 溥仪到了上学的年纪 父亲带来了他的亲弟弟 作为皇帝的玩伴 陪他一起学习 玩耍 溥仪却一点也不开心 他直接抬脚从弟弟的头上跨过去 以彰显他的身份地位 殊不知 墙外的世界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现在就像楚门的世界一样 生活在被人构造的 虚幻的世界中 小皇帝惊讶地发现 他的弟弟竟然穿了黄色的衣服 这是只有皇帝才能穿的颜色 他感到被冒犯 生气地斥责弟弟换掉衣服 溥仪气坏了 追着要教训口不择言的弟弟 现场变得一片混乱 在太监们的安抚下 他的情绪才重新恢复平静 弟弟却无情地否定了太监的话 看着弟弟笃定的模样 溥仪变得不安 他急切地勒令太监喝下墨水 试图通过行使皇帝的权利来证明他的地位 和以往无数次一样 君要沉死 沉不得不死 太监皱着眉 逼迫自己喝下全部墨水 溥仪对此感到满意 弟弟却带着他爬到墙上寻找真相 看着坐在汽车上指挥车队的总统 溥仪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原来所有人都在骗他 只有他被蒙蔽 原来他的王朝早已被颠覆 原来他只是墙内这群太监的皇帝 而不是天下人的皇帝 但溥仪仍旧不死心 不值地寻求一个不可能的答案 他批散着长发 奔走在压抑的长廊下 试图寻找来自儒母的安慰 但溥仪找啊找 找啊找 却一直没有见到他最信赖的人 与此同时 他的儒母被推进轿子里 被迫离开宫殿 连简单的告别也不被允许 溥仪不停奔跑 在空旷的紫禁城中大喊大叫 宛若蚂蚂般渺小 宛若困兽的悲鸣 从此溥仪身边再没有人真诚地待他 直到外国太府 庄士敦的到来